那个受到惊吓的女孩 刚要发出惊叫 便被我一把捂住了嘴 听好了 你别论好乱叫 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她很听我的话 意识到我的来意 盲瞪着惊恐的眼睛 不住地点头 我抽出了军靴里的匕首 吓得赤裸的女孩 缩在了床脚 颤抖了一下 在东南亚 有很多像眼前这样 尚未成年的女孩子 他们多是混血的孤儿 他们的父亲 多半是来自欧美那些游客 在骗取当地女孩子的感情 弄大他们的肚子之后 便夹着尾巴消失了 好些无辜的生命出生之后 又失去了母亲 只能在孤儿院里边长大了 我并没有打算 将那个地痞直接摔死 所以有意地克制了力道 这家伙一定自以为是了 误以为上次栽在我的手下 是中了圈套 因为她审视过我当时的穿着 见我的身体素质稀松平常 绝对狠不过她 抡酒瓶耍匕首 鸡血沸腾状态下的 打架的本领 所以呢 才敢肆意地去报复 与此事并不相干的面馆 地痞小桃木被我这么一摔 她算彻底地明白了 自己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 疼痛和恐惧使她瑟瑟发抖 借着外面昏黄的路灯 我把锋利的匕首翻转着一转 令她意识到了更大的惊恐 此情此景远非她想象的那种生活 生意上的矛盾 引发半夜入睡的报复和殴打 我的神情和举止上 已经把这间破窍的小屋 烘托出了战场一般惨烈的气氛 此刻把刀插进对方的心脏和脖子 就如插回刀鞘一般平常了 我并没有打算结果她的性命 而把一只军靴踩在了她的手上 咯咯吱吱随着大腿的发力 脚尖顶着鞋头 如千斤重的磨盘 让她感到了万分的痛苦 你要是熬不过 叫喊出一声 就割了你的舌头 哎呀哎呦 不不不不 我知道我自己算了 钱我马上还 电也是我 哎呦我烧的 我不该那么做 再也不敢欺负那家中国面馆了 哎呦 这情人这疼痛 极力地向我表白着 希望我收住脚上的力气 哼 这种滋味 我在年龄比你小一半的时候 就尝得如家常便饭了 哎 值得那些矿主 饿伤踩住我的脚趾的时候 怎么说的吗 说这也是施舍 你要讲礼貌 对我说成谢谢 昏黄的光线照出了那张 痛到扭曲的脸 我来问 你来回答 这家伙 疼得说不出话来了 下巴点得跟鸡多米似的 面馆的饺子 好吃吗 她急速地点头 价格公道吗 服务质量呢 眼泪已经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 我却丝毫没松开脚上的力度 当地人既然喜欢这家中国面馆 大家本该有好的生活 加深有益 你呢却偏偏去那里耍无赖 年轻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反抗命运 而不是靠耍流氓拼狠劲 在街道上横行霸道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 那个女孩子从床上下来 趴在这小子身上 求我放过他 不难看出啊 这是一对刚操到一起的 孔命的小情人 我松开了脚掌 指着半开的窗户说 你看远处那栋高楼 我可以在一千米的距离 令你窗帘上的破洞 射爆你的脑袋 再有下次 我就不进来拜访了 咱们千米之外对话 说完了之后 我把匕首插回了军靴 你 你是个军人 杀过很多人的那种 对不对 女孩子很惶恐地问 我打算离开 不想说这些无谓的话 你看我的右手 死在他上面的人数 是手指的十倍 每一个死者生前 都可以在一瞬间杀死 五到十个你这种混混 以后好自为之吧 没等这对男女 对视惊恶的眼神 我已经跳出了窗户 融进了夜色中 回到了营地 自从面馆被小混混们 砸烧过后 我再也没去吃过 那里的饺子 心中的内疚 直到后来才平复了一些 再后来 那个总是赦账的地痞 做了面馆的员工 整日里帮老板运菜送面 而他的女友呢 也穿着干净的服务装 端着热饺子笑脸 招呼客人 欠面馆的钱 老板只收了他一半 生余的钱 按薪水发还给了 他和那个女孩 再后来 就是我打死那两个雇佣兵 被秘密压结到金边后 便再也没有 以常人的身份出现 直到成了现在 流露到这个荒岛上的追马 如果这次成功地逃离倒林 我打算带着衣粮 卢牙两个丫头 去一次中国 吃那里正宗的水饺 而我此刻的心 却焦急地 正如热锅中翻滚的饺子 那处稠密的藤叶后边 一只无法看清轮廓的 黑得发亮的东西 正左右甩打着尾巴 故意制造出某种动静 介意吸引住我 让左翼的那只 趁机偷袭 这对于他们来讲 是捕食猎物的时间 对我而讲呢 则是争取避开海魔号的时间 就在我端起冲锋枪 等左侧那只猛兽攻击的时候 砰壁成枪响 从大船上发出 只见一只 标匪体壮 周身长着油亮斑点的大豹 从我身后那棵大树上 打着卷摔了下来 坠落过程当中 鞋身的树枝 虽能阻挡它几下 但落地的瞬间还是把一根粗大的树枝轰然砸断 在天旁缝隙照射下来的公柱里 如刮起了龙卷风 扬起了一片弥漫的木屑和灰尘 简直不可思议 开始我判断的是一扬一躬 原来这仍然是伪装 真正准备扑咬猎物的这只 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潜伏在我后侧的一棵大树上 这么凶悍的大豹 若是从高处扑下来 那我整个的后背会像拉开一道长长拉亮的皮包 被它撕开肋骨和无数条血脉呈现出血淋淋的内脏 幸好四百米外的甲板上 有我不止的两个狙击射手 那条细小的青蛇 保护色使自己伪装到了极致 也没有逃脱卢雅的子弹 更不用说这只黄毛黑斑的大个野豹的 想在高树上伏击我的野豹 或许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 如其他两只一样 它呢也只是被恶意的气味和伐木声吸引过来的 三只家伙各怀鬼胎 都在盘算如何咬死我 唯独这只捕猎技术高超的大豹 寻觅到了极好的攻击位置 想抢先拿下我身上的肉 这应验了那句话 抢得急死得快 站得高甩得重 狙击步枪的响声 从我这个距离听起来并不明显 分背大不过头顶一只巨嘴鸟的鸣叫 多藏在植物藤镜后面的那两只野兽 一定不知道 那只强悍的大豹为何如此的笨拙 竟从茂密的大书冠上摔下 这可真让它们费解呀 可这一摔发出的巨大的响声 顿时刺激了左前两只野豹战友的欲望 它们两个从遮蔽的内存蜜叶后面蹿了出来 发疯一般的嘶吼着彰显出了凶险的本性和野心 左翼那只根本不是什么爪类猛兽 分明是一只灰黑色树立着稀疏棕毛的咆哮的野猪 从它来势汹汹的奔跑和跳动当中 我目测出这家伙高级一米 肚粗两米典型的一头野猪王 能长到这种程度绝对昏口很重 不吃人才怪呢呀 猪嘴两侧的刘牙使它看上去更具攻击性 宛如一头中型的犀牛冲锋枪的子弹 打在这种动物的身上毫无瞬间致命的威力 除了狙击捕枪命中要害 只有弹药库那把霸气炎王 才有资格做它的专属的屠夫 这个时刻若因为恐惧或依靠密集的冲锋枪子弹 想阻挡一下超大野猪的攻击 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激怒更大的危险 往小皮罚跑是绝对来不及的 不用多想顺着刚发打的大树 我只能往硕大的树冠上逃离 借助不错的弹调力 如受精的猿猴拼了命的向上攀爬着 刚爬高了三米的距离 那超大的野猪已经狂奔到了那棵树下 他知道我一旦上了高处就很难吃到嘴里边了 所以脖子像换了选一样啊 狠命地撞击着我脚下的树干 野猪的尖叫像战斗时的呐喊 一是想吓唬得我两腿发软 二是要警告身侧那只黑亮的野豹 别爬下来分他一杯羹 树干虽然不细 但由于高耸云霄 他经受不住撞击 左右摇晃得厉害 仿佛抱着的大树不再固定 忽然变成了脱将野马的脖子 故意要甩掉 我勾挂着他的手臂 挣脱一切束缚 我的双腿如盘坐打蝉 使劲地夹住了树干 两条搂抱着树干的手臂 就像绕过了润滑器 在急剧的颤抖当中 随着重力慢慢下滑 整个身子 好比粘在了玻璃窗上的年糕 虽然看着滑行缓慢 但说掉就掉下来了呀 大腿的肌肉很猛地收缩 增大出两倍的摩擦力度 使上肢控出了一只胳膊 对大船上的狙击手 做握拳姿势 卢雅和一梁虽然在四百米开外 但是通过狙击镜 我那惊心动魄的预险的场面 一定如同呈现在眼前一般 两个负责狙击保护的小丫头 看到我停止射击的手势 有些不解 野猪迎面而来的时候 他们是不可以狙击的 因为我在枪口和目标之间 一动奔跑 既然我没射出冲锋枪里的一颗子弹 就说明一定有引擎啊 手势急速做完并缩回 整个臀部已经下滑了半米 再降半米 咬到屁股的可能性就会出现 野猪长得像高筒靴射的嘴巴 张开了足有三十公分宽 以它的攻击习性和硕大的恶骨 只要被它咬成一口 就如鳄鱼那般 只要头还没有被你砍断 就非要咬下你门口的肉不可呀 两颗骨白锋利的獠牙 像深夜刺客口中闲着的弯刀 要是子弹打得野猪暴怒起来 刺激它朝上一蹿回一顶 我的屁股会像坐在斗牛鸡脚上的 西班牙勇士了 急促的慌乱中 眼睛向下侧歪 看自己的身体和野猪的嘴巴 还剩下多长的距离呀 从这么一个角度看 要比正面直观的更叫人惊悚 它脖子上的鬃毛异常的茂盛 一根挨着一根长且硬 如豪猪身上长着的刺 布满了脊背前端和耳朵 下两侧的肥脸大腮 若是没见过雄狮的人 首次见到它 一定会产生猜疑的 超大野猪 一仗身体的庞大和彪悍 加上暴跳如雷的凶煞的气势 丝毫没有把颜色比乌鸦还重 光泽比门块还亮的野豹 当一回事 那只黑野豹本是和它在一起 带十级成熟 红石对我发起袭击 可刚蹿了几步 就被这头野猪吓得停滞不前了 翘卷的尾巴 这个时候压低了许多 正焦躁地在原地转圈 看得出来 两个畜生不是第一次见面 平时就决出了胜负 黑色野豹看着自己垂涎的人肉 马上成了大野猪的美餐 却丝毫没有办法 只剩下保持距离 哼哼唧唧 时而抬头望望 舔一下舌头 欲望和胆怯的矛盾 进一步激化着 若身下的大野猪 换作了黑豹 以我现在的位置 恐怕大腿和臀部 早就被那四颗獠牙生生地咬住了 狠命地扯拽下树 但前提是野豹得挨得住冲锋枪的扫射 偿扶得起靠近我的带架 现在的状况 宛如野猪成了狮子 而正宗的野豹 倒像一只在附近徘徊的腐蚀猎狗 每件狮肉被嚼去大块 就急得心里痒痒 怕只剩下了一地的残渣子 这只野猪不仅巨大凶悍 更有丰富的捕食经验和一定的智商 他每见我试图往上爬 就拼命地撞击大树 不给我任何一点机会 对甲板上的两个女孩子在打手势 示意她们射击野猪的眼睛 但这不仅难度很高 而且也增加了危险 树下的野猪已经进入到了疯狂的状态 像人扶了摇头丸 在混乱的舞池里边放浪行骸 毫无征法和规律性处在一种 完全失控的状态当中 卢雅和伊良 要射击这只野猪的眼睛 不确定因素 那可是太多了呀 他们要保证 子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目标位置不会发生变化 一旦打偏激怒了野猪 很可能使我更快地丧命 我接近全力地抱着大树 给甲板上的射手争取着时间 好让他们两个的视觉多适应距离 掌握猪头晃动的频率 头和脖子不住的后仰 使自己的身子和抱住的大树 形成了三角状 以减缓下滑的时间 若是那只黑亮的野猫跳起来 或靠我更近一些 引起了大野猪的注意 我就可以利用这四五秒的空档 向上爬高一米或半米 可是那只黑豹始终不敢靠前 当大野猪嘶吼凶狠的时候 居然吓得他有转身逃逸的架势 很像刚要偷吃鱼的猫 忽然被站在远处 手取木棍的主人喊了一嗓子 身体下坠的速度 用屁股也能够感觉得到 超大野猪每撞击几下大树 就挺起嘴巴对我怒吼 牙齿碰得嘎嘣嘎嘣地响 那喉管和鼻孔喷中的热气 宛如厨房里边的鼓风机 一直吹得我屁股发毛 机灵骨质冒冷汗呀 狙击步枪的子弹 应该很快地飞过来 只要这只大野猪变成毒眼 我就可以猛爬几米 拽过后背的冲锋枪 先把试图坐收渔翁之力的黑豹射死 砰 其带的枪声终于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超大野猪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急促的煎好 咆哮着向着世界示威 我急促侧头 看见那竖满了坚硬棕毛的猪脸上 爆射出一堆血红 仿佛吹唐人 点在小鸟尖头的那滴红油 竟猛然鼓塞一吹 那新红的翅膀立刻就鼓胀了起来 就在超大野猪因突然的剧痛 拼命地挣扎和嚎叫的时候 我迅速起身抱着树干 蹭蹭蹭地往上爬着 像逃离天棚下的地狱 没等我的四肢有所准备 一阵更猛烈的震动 从树下如电流一般地往上涌来了 野猪熬过了蛋头 钻碎了眼珠 破坏了鼻腔的刹那的剧痛 顿时与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接下来是更加的疯狂 更加歇斯底里的报复行动了 大树被剧烈地撞击和咬汗着 令我忽然感觉自己无比地渺小 宛如抓住脉碎上的一只瓢虫 本想借机射杀黑豹 却被树下狂躁的野猪 撞击得无法持枪 待到树干停下的几秒里 黑豹的踪影已经不知去向 或许是野猪的嚎叫吓得他 最终放弃了原来的企图 或者使他察觉到了异常 听到了从远处甲板上传来的枪声 虽然黑豹没有武器的概念 但从野猪的惨痛的哀嚎当中 也预感到了某种危险的逼近 看到黑豹已经离开 总算可以集中心思好好处理树下的 这个既莽撞又危险的大家伙了 我依旧使劲地搂住了大树 向捉迷藏的猴子把臀部转到了树干的另一侧 然后呢控制身体和树皮的摩擦 慢慢地往下滑落 满腔仇恨的野猪又把攻击位置锁定在我屁股上 它急速地挪动得四肢不成比例的蹄子 急于窜过来咬我 野猪的脚就像醉不讲卫生那些人的肢键 前面一半是污泥混合出的作偶的颜色 后半截呢却是健康的皮肉 它实在是太过肥瘦了 像一位患了肥胖病的阔太太 偏偏喜欢细长尖嘴的高跟鞋 刻画出萝卜般的大腿 使人看了说不出来的难受啊 四百米远的大船上 两把狙击步枪的狙击镜 可不是用来关井的 衣粮和卢雅 很容易看出我的用意 大野猪试图抬起前蹄 朝我窜高几下落空过后 又急躁地低下头去 带着右脸乌血鼓鼓的黑眼洞 愤怒地啃咬着树干 它的嘴巴虽不是凿子斧子那样尖利 可这会儿和我拼上了命 比起我用板斧砍伐树木也漫不到哪去 这种饱含水分的树干对于野猪来讲 好比梅雅老太太嘴里边的罗汉豆 想象不出该怎么嚼 但不晓一会儿也能吃进肚子里边去 我感觉到危险从树下离我是越来越近 看来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船板上的狙击步枪了